欢迎来到粉丝指标回测影片系列 随机指标是交易者使用的最著名的指标之一 本期粉丝推荐了一个更有效率 且利润显著更高的随机指标 该指标将随机指标的强大功能 与先进的平滑技术相结合 我们将结合一些其他指标 来验证该指标能否获利 如果你对本次影片内容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订阅按钮并观看到最后 欢迎来到交易研究院 本期将测试粉丝的经典随机指标的高级版本 该指标是用于外汇、股市、期货、贵金属、加密货币 或其他参与者众多的金融隐身商品 我将在Trading Viewer上进行演示 指标和策略的连结在下方的说明中列出 我们将策略的基本组成 进行简单认识一下 首先是Juric Filter Case Permission Stochastic 请在记住指标栏位输入Juric Filter Case Stochastic 参数把随机平滑周期修改为6 样式预设 JFKP随机指标式是Case Sideware 对Case Permission Stochastic的特殊识作 它结合了多个元素以提高随机讯号的准确性 它由最为一个过滤器 一种减少市场噪音的平滑技术 Case Permission过滤虚假讯号 和随机指标识别市场中的超买和超卖情况组成 透过结合这三个元素 可以提供精确且有利可图的交易讯号的指标 使指标在图表上绘制两条交叉线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当出现黄色的多头讯号时可以建立多头头寸 当出现粉色的空头讯号时可以建立空头头寸 第二个指标是指数移动平均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指数移动平均 参数把长度修改为200 样式预设 指数移动平均讲过很多次了 不了解的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第三个指标是平均趋向指标 请在技术指标栏位输入平均趋向指标 参数预设 样式预设 平均趋向指标讲过很多次了 不了解的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接下来我将结合实例示范交易规则 这是在加密货币 沙奥对每一小时级别图表 进行多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需要位于200均线上方 第二ZFX指标的K高于D 重现率最上涨趋势 第三平均趋向指标需要大于30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堂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下方的摆动低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进行空单的规则说明 第一K线的收盘价 需要位于200均线下方 第二ZFX指标的KDUD 重现红色下跌趋势 第三平均趋向指标需要大于30 全部条件符合后 对应到的K棒 就是我们要找的关键K棒 关键K棒的收盘价 就是我们要找的进场点位 止损设置在关键K棒上方的摆动高点 获利设定1比2的盈亏比 可以看到我们的盈利目标 最终在这里击中了这根K棒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策略在不同币种的实际胜率 首先是比特币兑美元 回测周期一小时 展开回测数据 获利为116% 胜率为32% 获利因值1.2 SOL兑美元 获利为654% 胜率为45% 盈亏因值2.9 RBAX兑美元 获利为182% 胜率为36% 盈亏因值1.9 Win兑美元 获利为436% 胜率为42% 盈亏因值1.9 WOD兑美元 获利为340% 胜率为35% 盈亏因值2.0 接下来我们把回测周期修改为4小时 BTC兑美元 获利为1107% 胜率为40% 盈亏因值2.9 SOL兑美元 获利为1981% 胜率为43% 盈亏因值3.3 RBAX兑美元 获利为614% 胜率为36% 盈亏因值2.6 RXS兑美元 获利为451% 胜率为38% 盈亏因值2.3 策略的参数跟之前的基本一致 回设时间范围 多空选择交易 指标设置 这里默认出尾随止损 三倍的TR 策略属性跟之前的也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调整指标参数或者其他的时间范围 随机指标的这种改进版本是有效且有很大的潜力 我添加了两个指标只做一个演示 或许不是最优的选择 大家可以结合其他指标进行使用 获取指标的最大利润 策略连结我会分享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最后 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好用的自动交易软体 Turbox 7×24小时自动交易零延迟 秒下单 如果你有想回测的策略 或是好用的指标 可以在下方留言处留言 就是这样 我希望您从这个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并喜欢它 以支持我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